走過國性老家 如出荷蜜的景象 一般人可能想不到 九二大棟前 才是國性最老家的街頭 人口都已經往底下街道去發展 落地生根 一直都沒回來 為了中憲國性老家方法 國性鄉上邱埔山就任以後 就結局推動相關的價位 如何去陰人條是一個重點 工作和機民也達成共識 將以國性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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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來應做老家的特色主題 想辦法讓外地人進來這邊 問題就是要有一個噱頭 要有一個噱頭就是要有一個主題 人家進來 你們國性有什麼主題 老家真的沒有主題 老家人家做什麼咖啡什麼都很好做 要有人進來都很好做 是不是可以當作咖啡街 美食街 去入園的方面去發展 還希望結合其他酒餅 一些山藥和一些社團團體 來跟我們商店做一個結合 咖啡劑 客家美食 這個發展的一個方向 大家都同意了 客家展演館的空間 定點 定時 在禮拜六或禮拜天選擇一天 行銷我們國性的咖啡 或者是客家美食 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在推這個部分 老家要重新 另外問題就是目前要開店做生理的 最佳病沒有多 加上藥的部分沒有中間 土地放進去就算有人家也沒有好 抗體的部分希望說立美法做得好 也希望說 相關的地方的農業的農產品 可以來老家這裡賣 暫時做一個假日的建進式的推動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我們都會找到那個住戶 讓他們蓋同意書 讓我們做一些空地的美化 來配合我們行銷 咖啡跟各家美食的主題 國性兵公所表示 老家在做家圍 是需要登記性的逐步推動 可以做得适 打開地名堂來蓋他們人條 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有人條就有人願意來這裡開店做生理 希望慢慢會 讓國性老家過去的方法 接著王家姓彩虹佛島